深圳不仅是广东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从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渔村 逆节成为全国一线的国际大都市 这种奇迹般的发展速度惊艳世界 珠海、东莞、佛山 也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雄起 那么这三座城市到底哪一个能达到一线水平 作为下一个深圳与广东的未来一意生辉呢 今天咱们就从这三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因素 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咱们先来说说珠海 从地图上来看 珠海位于广东省的南部地区 东边与深圳隔海相望 南边与澳门相连 地处珠江三角洲南岸之端 以及珠江入海口处的西岸地区 整体上来看珠海紧邻出海口 具备发展水陆航运的天然优势 早在40年前 这个远在中国南边的边陲小镇 有幸成为了我们最先开发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自此珠海经济特区成为了对外开放的窗口 也渐渐从一个仅有几十艘运船的滨海小城 成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 沿海就是珠海最大的优势 港口就是珠海最核心的开放资源 自从1980年经济特区的建立 以港兴事的就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 珠海就投资了近1.3亿 在港口的建设发展领域上 要知道那时候的1.3亿 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根本无法想象 而受珠海首批特别关照建设发展的 就是九州港和前山港 虽然他们并未在后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却为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 贡献出了莫纳的力量 在这五年间 珠海的港口吞吐量足足上涨了九倍 达到了192万吨 之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珠海通过经济特区的特性 和国家各种政策的补贴 提引了很多香港投资人 来这里兴办产业 办厂开户 顺道还开辟了珠海到深圳香港的两条航路 交通时间缩短到一个多小时 等于就此打开了直通世界贸易中心香港的大门 为了彻底践行珠海面向世界领域的直通车 打造适合发展的万吨级深水大港 建立国际集装箱航线 珠海联合中央政府 共同新造了珠海市区直通南水镇的珠海大道 高兰港两个2万吨级多功能码头 以及连接南水镇和高兰岛的联岛大堤 逐步成为了珠海港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地 从此珠海经济特区步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历程 截至2019年